后山白日梦工作坊和农委会水宝局共同推动青年回乡奖励计划 特别举办光复吧短片征选 五组参赛团队以反乡为主题拍摄剪辑的短片各有特色 让评审大开眼界 现在透过镜头来欣赏首奖得主的影片 以反乡为主题 后山白日梦工作坊与水宝局共同推动的青年回乡奖励计划 光复吧短片征选 参赛的光复乡旅北青年黄平 那你呢的作品 透露异地谋生的族人对家乡的渴望 就是会觉得好像真的在北部工作好像真的是很累的时候 就会觉得那我回家 想要看看我的家人 也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放松 最年轻的参赛者 广府山工烘焙科的高山生和春莹的旅 镜头呈现家乡的美令人向往 主要是用轻快的旋律歌 那个温暖的色调去呈现 那想这样做是希望观看的人可以觉得说 看这影片让他们感到就是来光复旅游会觉得很放松 想说刚好就是光复很难得有这样一个很棒的活动 然后想说就是鼓励学生试试看 然后看看透过就是实战的练习会让就是增加这些经验 然后如果或许之后真的对这方面还是有兴趣 就大学还可以往这方面走这样 另外以光复车站19.52分车次为发响 阐述光复乡青年不舍离乡的心境 还有一空拍方式串起光复乡棒球 与泰巴朗巴脚风筝的视角令人激赏 最后以穿越时空的剧情让大家省思故乡的转变相当走心 初剪的话其实我们一天多就出来了 然后后面我们有再花半天的时间去补拍 然后前前后后制时间大概有两三天吧 如果直接压缩在一起的话 那些景色是我们平常就是很容易就看见的 但我们平常就是经过了 也不会花就是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它 就会觉得说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很普通这样 主办单位后山白日盟工作坊 办理的光复把短片甄选 总共有五组在地青年学子来参加 五只的短片各有千秋 也令评审团伤脑筋 评审之一的乡长林青水 也胜赞年轻人的创意与活力 推动执行水保局回乡奖励计划的后山白日盟工作坊 希望透过光复法短片甄选 聚集更多在地青年对地方的关注 也从中了解青年返乡的未来面貌 影片的部分其实我们会想说 每一组因为它可能性质不一样 像刚刚就是有比较观光类型的 有比较故事性的 我们想说可以在之后青年陪力的活动 我们做不一样的运用 然后其实也有想过跟公所这边讲说 如果到时候我们等一下选出来的第一年那一组 如果公所有兴趣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合作拍一个属于光复箱的形象影片 然后是不一样用青年的创意去操作的 透过光复法的每一支短片 我们看见在地青年对返乡就业移居故乡的热情 迷惘困境与期待 后山白日盟工作坊 接续也将展开青年赔力 地方创生等相关研习活动 进而让光复箱的青年返乡马不弄 创造故乡发展型企迹 记得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所诚创造故乡